工资一万六千的亲家 不愿帮女婿 六十岁阿姨 看到她的朋友圈 我想断亲 我是六十岁的红姨 退休多年 还在继续打工挣钱 老伴也退休了 在社区做绿化工 我和老伴的退休工资 加起来 没有亲家工一个人多 为了帮扶儿子 我和老伴不得不继续打工挣钱 我家儿子和儿媳结婚的时候 明明亲家夫妻早就为儿媳全款 买了三居室电梯房 可他们非要让我们首付一套婚房 才同意结婚 没有办法 谁让我们家是儿子呢 只能听从亲家夫妻的要求 我和老伴拿出半生积蓄 给儿子首付一套一百零八平的婚房 儿子儿媳结婚后 房贷是他们小夫妻自己还 只是 我想不明白 亲家夫妻两口子的退休工资 每月一万六千 就不能拿出六千帮忙自家女婿还一下房贷 虽然我想不明白 但我也不能直接询问 只能用各种明里暗里的提示 然而 亲家夫妻根本不接话查 人家该怎么活就怎么活 潇洒肆意的旅游 买房车 儿媳怀孕了 我这个做婆婆的立刻给发了一万块钱的红包 儿媳喜滋滋的手下 跟我说了很多好听的话 我从侧面询问了一下亲家夫妻给了多少钱 儿媳居然不解事故地说 我爸妈没有给我钱 我生孩子 为啥他们要给我钱呢 看着一脸无辜样子的儿媳 我也是自作多情 上赶着给钱 接下来几个月 儿子每天下班后跑网约车 说是给儿媳挣钱去月子中心 我跟儿子说 你月父母那么多退休工资 让你媳妇回家跟自己父母要点 就什么都有了 也省得你每天下班去跑车 多累啊 儿子却说 他也曾想过这样的事情 可儿媳说了 生孩子 是他们两个人的事情 父母有再多的钱 也是父母奋斗半生正来的 跟子女没关系 儿媳还警告我儿子 不许他去家里找儿媳父母哭穷 让他知道了 会给我儿子好看 我是实在气不过 在朋友圈里发自己在写字楼做保洁的心酸 配图上加了老伴在社区做绿化的劳累 还配上一张我儿子靠在沙发上睡着的样子 我说 有些人眼不瞎耳不聋 却假装啥也没看见 拿着高工资 只知道自己享受生活 不知道贴补子女 难道晚年想去养老院 不指望女儿女婿吗 我以为亲家母看到了会很生气 会自觉地主动贴补他们的女儿 这样我儿子的日子也好过些 让我没想到的是 亲家母不仅给我点赞 还说了一句 咱们这代父母注定是主动走进养老院的第一代老人 别想那么多 开心活好自己 就是给儿女减轻负担 看看 亲家母这番话 不就是明着告诉我 他们是不指望 我儿子 也就是他们女婿养老 他们会自己走进养老院 那也需要我儿子常去看望的呀 咋就不知道现在贴补一下孩子们呢 每月拿着那么多钱 吃喝玩乐 享受生活 看不到我儿子整天累的都瘦了好多 我借着去看望儿媳的机会 话里话外地提醒儿媳回家要钱 儿媳比我还直接 她说自己父母准备出国游玩一趟 她和我儿子想着赞助一点 顺嘴还询问我们要不要也出去游玩一次 看着儿媳恨铁不成钢 她父母那么多退休工资 不资助他们 她倒是拿着我儿子下班后跑车的钱赞助父母出国游玩 还假惺惺的让我们也出去玩一趟 跟这样的儿媳说不通 放下我给她买的水果点心 我就下楼了 儿子的车出了点小事故 需要去店里修整一番 她想着开亲家宫那辆车上下班 也能继续跑车 可亲家宫不紧不借 还说了很多道理 最重要的是亲家宫不借就算了 她还教育我儿子 以后不要随便去借别人的车 也不能把自己的车随便借给别人 我就想不明白了 都是一家人 借车开几天又怎么样 哪有那么多突发事件 后来老伴提议儿子不行就换辆车 买辆新车 大一点 这样孩子出生了 大家一起出去玩 坐着宽敞些 儿子看上一辆三十多万的车 他手里没有那么多钱 跟我们借 我们哪有钱啊 让他去找亲家夫妻借 谁知 又被儿媳给骂回去了 说我儿子好高物远 不懂得规划生活 儿媳说儿子太浮华于表面的物质 追求的内容不对 他们的事情只能依靠自己挣钱解决 而不是把眼和心都往家长身上搜罗 儿媳还特意给我打电话 告诉我千万不要给我儿子钱 想换车就得自己挣钱换 遇到这样的亲家夫妻就够倒霉的 还遇到这样护着自己父母的儿媳 真是瞎眼了 我正在生气的时候 看到亲家母的朋友圈 他晒出一对金镯子 说是他和亲家公三十五年周年结婚纪念日 亲家公花了六万多 给买了一对金镯子 想着亲家母那双白嫩细腻的手上 既有玉镯子 还有金镯子 我就生气极度 那么有钱 都不知道帮自己女儿女婿 花那些没用的钱有啥用 将来卧床不起 还不是我儿子照顾得多 把亲家母朋友圈大致翻看了一圈 我是越看越想跟她断亲 我和老伴拼死拼活地挣钱贴补儿子 他们拿着高额的退休工资 游玩 买高档没用的手势 真不知道 等儿媳生下孙子 他们能不能看在孙子的面上 贴补我儿子一些钱 红衣这个心里是典型的 见不得别人好的人性真实体现 亲家夫妻再有钱 退休工资再高 那也是人家的奋斗所得 人家怎么花自己的钱 那是人家的私事 你真的没有必要那么酸 觉得自己贴补了儿子 亲家夫妻就该贴补女儿 我觉得红衣应该庆幸 自己家娶了一个名士礼 孝顺的儿媳 儿媳在父母出游时赞助 还询问你们夫妻要不要 也出去旅游一趟 也赞助你们一下 是你自己不出去 就不要抱怨其他了 放眼看看身边的儿媳 有几个你儿媳这么善解人意的 督促自家老公努力挣钱 心里有父母也有你们 你还想咋样 惦记不该惦记的东西 往往到最后啥也没有 在这里 我奉劝红衣 把自己的心态放平和谐 不想再打工了 就休息 好好地享受自己的退休生活 不要跟任何人攀比 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好 人老了 把心态安放好 就是晚年最好的养生方法 老话说 自古神仙无别法 只生欢喜不生仇 退休 退休后的我们 若想活得跟老神仙一般 就要只生欢喜不生仇 别为杂七杂八的事情发仇 让自己快乐起来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前半生忙忙碌碌的为了生活 房子 车子 跳子 以及所谓的福明 不过是人生里的云烟 而真正的活好自己 是拥有一个好心态 不论是对于金钱 还是住房的大小 以及子女的出息 都没有我们拥有好心态 重要 前几天 在广场散步的时候 就遇到两个人熟悉的老人 为彼此之间的退休金差几块钱 争吵了半天 最后不欢而散 让人感觉真不值得 多几块钱 少几块钱 又能够怎么样呢 他们争吵半天 不过是徒增烦恼罢了 也许还会因此 再生出一些小毛病 人老了 回首往事 自己这一生 把最重要的事情给丢了 反而对那些身外之物 斤斤计较 最终也是活得一地鸡毛 其实 把我们的心态安放好 才是我们老人最好的养生方法 保持好心情 拥有好心态 把控好情绪 把日子过得岁月静好 随遇而安 就是这么简单 人老了 别为小事生气 看开 放下 自养好心境 才是最好的养生 退休后 最重要的是 保持身心健康 因为健康地活着 才能享受到退休后 真正的幸福 也只有健康 才能够延长我们 拿退休金的次数 生活里 很多人 为了一些小事情生气 吵架 甚至还要争个输赢 其实 真心没有必要 日子是过自己的 谁怎么样 跟咱们都没有关系 没有必要为一点小事 就生气吵架 有人说 人为才死 鸟未实亡 人性都是自私的 只要涉及到自身利益的时候 都会互不相让 最终也是让自己的心神不宁 人到老年 如果还是这样 斤斤计较任何事情 对于老去的我们 真的不好 不仅影响我们的情绪 还会滋生身体里的 小毛病发生 和气生财 把自己的心态安放好 把自己的情绪把控好 才能够让自己过得舒心些 比常年吃那些 所谓的神仙 保健品要好百倍的 人老了 学会把心态放宽 学会不那么斤斤计较 日子才会过得开心 余生很宝贵 我们要开心地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而不是一天天为不开心的小事 生气 争吵 都说昨日的压力 不过是今日的笑话 看到一个短视频 八十多岁的老母亲 为了掌管大儿子和儿媳的工资 不仅在社区里到处贴小字暴怒骂儿子儿媳 还把他们告到了法院 最终儿子儿媳离婚 儿子说每月五百元 赡养费一定给 但永远不再回家了 视频最后的镜头是 老人家站在窗前 眺望着社区门口 期盼着儿子能够回家看看他 哪怕一次都心满意足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呢 子女的日子不易 老人家为啥非要掌管他们的工资呢 不是自私 不是做 又是什么呢 没有好的心态 即使天天吃饱健品 天天坐在家里打禅念佛 也是枉然 唯有把心态安放好了 拥有好心情 把控好情绪 才能够过好晚年的日子 改变自己 从改变心态开始 看待一切 对待家人要何为贵 佛说 万法由心生 万事由心灭 心动则万物动 一善发动极世天堂极乐 一恶发动极世的欲修罗 我们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全在于我们自己的选择 一念天堂 一念地狱 所以说 人老了 想要做到真正的养生 最好的方法是 滋养我们自己的心田 让心安静下来 做个心平气和的老人 安放好我们的心态 才能够把握好自己的生活 生活里 有的人特别容易被别人影响 心情使好使坏 总也走不出自己的怪圈 而那些能够把控好自己情绪的人 都拥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能力 能够善于调理自己的心情 很快就能够走出自己不好的心绪 让自己活得开心快乐 人很多时候的不开心 皆来自内心的欲望太多 想要得多 想得到的多 这样就是给自己的心加重负担 而不是给自己的心减轻压力 看过一个问题 家对于你来说 是一种怎样的情感 有人回答说 家是心休息的地方 是一个可以容下你的错误 你的兴奋 你的无奈 你的欢笑 你的眼泪的地方 是你不必戴着面具的地方 深以为然 这就是为啥有些老人 到了晚年 孩子们愿意回来看望他们 即使他们不缺吃喝 也要买很多的礼物 给老人养老钱 而有些老人 即使拥有高额的退休金 好几套房产 可子女们都对他敬而远之呢 大多数时候 只是老人对子女的心态不一样罢了 心态好的老人 不论子女如何 都不会说那些让子女不舒服的话 尤其是用别人家的事情来讥讽 自家的子女 有个网友说自家的母亲 每次在他回家后都会说 谁谁家的女儿又给自己母亲买了金手镯 给家里换了大彩电 或者是谁家女儿又给娘家多少钱了 网友说 每次母亲这样说的时候 他心里特别的不舒服 好像他这个女儿没有孝敬他们似的 说的次数多了 网友也就不愿意再回娘家了 其实 人老了 就不要总是去攀比 去跟子女诉说这些有的没的事情 别人家怎么样 跟你们家没有关系 子女回家看望老人 那是他们的孝心 给你们买礼物 那是他们的心意 不要总是用别人家的子女 跟自家子女比较 时间长了 最终把自家子女比的不再回来了 你也就只能孤独终老 人的想开点 吃好睡好 健健康康 开心的过每一天才是硬道理 一辈子不长 把自己的心情掌控好就是能人了 也就能够把控好自己的晚年 知足常乐 照顾好自己 把自己的日子过得开心快乐 生活是自己的 开心就好 把心情照顾好 是我们这一生最重要的事 人老了 别为小事生气 把心放宽 才是晚年最好的养生方法 人老了 学会改变心态 看待一切 家庭和睦才是晚年最好的依靠 余生 烦恼少了 幸福就会多了 晚年才会过得舒心顺畅 退休后 把生活调成静音 松弛地享受独处 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汪曾奇在慢主生活中说 我以为 最美的日子 当是晨起世话 闲来煮茶 阳光里打盹 细雨中漫步 夜灯下读书 在这清浅时光里 一手烟火 一手诗意 任窗外花开花落 云来云网 自始于为无尽万般愜意 退休 退休是我们人生路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此处夜落 别处化开 丢掉过往 畅想未来 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安静地享受余生 曼妙的日子 岁月如指尖沙 不知不觉已经退休三年了 无数次地问自己 生活的意义是什么 深思后的过滤 才真正懂得了 人生最曼妙的是内心的平静 以及心存善良的心安 最美的日子是晨起时的一套拳 精心烹制的午餐 以及傍晚时分与老伴闲聊家常的时光 看窗外花开花落 银杏树叶的嫩绿道身黄的转变 退休后 真正让心情松弛下来 让情绪平和安稳 让自己的整个生活都慢下来 在衰老的路上 接纳自己 接受现实 安静地做个知足的退休老人 董卿曾说 人这一生早晚会告别 告别让我们成长 学会告别让我们成熟 而无论是主动的选择 还是被动的面对 告别多少有些伤感 但是告别也蕴藏着希望 退休就是跟过去告别 告别职场生涯 走进人生下一城 虽有些落寞 但也蕴含着对余生的期许 将余生的生活调成静音模式 享受读书自己的日子 没有退休时 我每天早晨打太极拳 上班 下班 读书 退休后的日子是 每天晨起读书 做早饭 太阳出来后再去打拳 上午的时光 跟随老师学写作 午睡后喝茶听曲 退休前 有自己的太极队伍 随着时光的推移 越来越喜欢一个人的安静 退休后 因为时间的关系 独自一个人 享受安静的打拳时光 一本贤书 一杯清茶 一曲缠音 在每个有阳光的日子里 将手机调成静音模式 委婉地谢绝别人的邀请 只想安静地在自己的时光里 独自清欢 有人说我是不合群的孤独老太太 也许这就是别人眼里的寂寥和孤单 可真实的自己却是 在闲静的光衣里 沐浴着温暖的阳光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窗外风景如何变化 内心依然安暖 春天净树窗前的银杏树叶的变化 夏天倾听楼下花坛里的花清笑 秋天在微黄的银杏叶下 看孩子们欢快地游玩 冬天等一场白雪的飘落 在四季里 憧憬未来的美好 在惬意 自在的当下 安静地享受生活的愉悦 舒畅着自己的美好 快乐着自己的快乐 独自安暖的余生 也是一种静音生活 松弛感的生活是一种 时刻保持轻松自在的状态 退休后的我们 拥有松弛感 学会独处 有让自己快乐的能力 就是我们最好的余生 退休后 真正享受独处的人 都是内心强大的 因为他们在意自己的生活品质 不愿意在人群刷存在感 所谓的低质量的社交 不过是浪费时光 道不同不相为谋 圈子不同 不必强求聚集在一起 就算在一起 也是隔应 独处的美好 也只有真正享受过的人 才能体悟 因为能独处 也是一种能力 郭德纲先生 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人的有点兴趣爱好 这人没有爱好 不要跟他玩 为什么呢 因其无智性也 爱好是什么 它是我们在那些 看不到光的日子里 能感受到的一点温暖 在退休后 衰老的路上 抵御疲惫 支撑落寞 在人生低谷时 有活下去的希望 所以 退休后的们 一定要爱着点什么 恰似草木对光阴的钟情 让余生在爱好里绽放精彩 让自己在爱好里 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有人曾说 世界是你的 也是我的 但归根到底属于那些身体好的 活得久的 退休前 能挣钱 才有饭吃 退休后 能吃饭 就能挣钱 所以 不论怎样 我们都要有热爱的运动 既能够锻炼身体 又能够修炼身心 做个逍遥自在的人 风声鹤起 我自心中平和 冷眼相待 我一余生不悲欢 不必在意别人的眼光和评价 合不合群都是一种别人的看法 自己过得开心才是最重要的 在老去的路上 谁也不可能陪伴到最后 唯有自己钟情的爱好 才是我们最好陪伴 杨将曾说过 一个女人最重要的能力 不是你把自己打扮得多么漂亮 也不是你赚钱有多么厉害 而是无论发生任何事情 你都有快乐起来的能力 退休后 不论你是否合群 最重要的是 新的快乐 把生活调成静音 在自己喜欢的爱好里 丰富自己的余生 在独处的时光里 安暖自己 风盈精神 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退休后的我们如何保持快乐的能力 需要从这三个方面做起 一 学会让自己开心的能力 不论遇到什么事情 都要从乐观积极的态度去思考 凡事多往好处想 遇事多冷静 与人相处多说善良的话 笑一笑 十年少 开心是最好的保健药 二 活到老学到老 保持好奇的能力 不论年岁多大 我们都要学会成长 紧跟时代 潮流 面对互联网心之时 我们要保持好奇心 学会了我们就可以一个手机走天下 三 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 人越老越容易产生依赖心理 在家依赖身边的老伴 晚年依赖子女的陪伴 遇事自己不思考 只等着别人给纸条道 退休后 我们会享受松弛的生活 学会了独处 拥有了让自己快乐的能力 必然就能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分享是修心之道 愿与您共享智慧 无需回报 点赞与分享是最好的支持 让我们一同积累福报 感恩相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